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UG.js详解 我是你的天心讲师 爱你 好 我们已经发现了 显示和隐藏这一块 它有个指令叫V-if 还有个指令叫V-shew 那么这两个 到底什么时候该用V-if 什么时候该用V-shew呢 好 那通过我们的这个课谈的讲解 和我们的案例的对比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 他们两个的不同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简单的讨论一下 什么时候该用V-if 什么时候该用V-shew 好 V-if它是真实的条件渲染 行 它很真实 所以呢 它会确保条件块 在切换当中 实施的摧毁 以重新构建 这个条件内的监听世界 以及直组界 那么这一块的话 也就是说 它是通过我们一种 真正的一种条件的一种判断 通过这个判断 我们就可以来切换 比如说是 是否要在Doom当中 存在我们的这个元素 它是存在 还是不存在 行 它是实施的 会去监听的 那么它就具有更高的一种 切换的消耗在里面 那如果说V-shew呢 它这是简单的来基于一个CSS的切换 说白了就是通过更改CSS的值 然后呢 来做到它仅仅只是显示还是隐藏的效果 那么V-shew它仅仅只能控制它是显示还是隐藏 但是它并没有做到真正的条件渲染 而仅仅只是什么呢 显示和隐藏的一种切换的变换 而对于我们真正的Doom操作 它是不能做的 所以呢 它相对来说 更高的是初始渲染的消耗 因为一开始 我们要把所有的元素都给渲染出来 渲染出来之后呢 再根据判断 它的根据判断 然后呢 再给它添加style属性 然后呢 把该隐藏的地方添加一个display的non 所以呢 在渲染的初始化渲染消耗当中比较大一些 那我们通过这两个最简单的对比来说 和消耗的耗能的这个对比来说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 如果我们要频繁的切换 经常要去切换 它到底显示隐藏 显示隐藏 会经常出现切换的话 那么更多我们不需要把这个Doom删掉 而只需要一些改变size的元素 让它显示和隐藏就行 所以呢 如果是频繁切换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微干秀 那如果呢 我们是在硬行的时候 条件不大 可能改变 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 要么就显示这一个 要么就显示那一个 或者说要么就显示 或者要么就不显示 OK 那么一显示 行 它就一直会显示 要么就不显示 那么时间会比较长一些的 这种的 大多数条件 不会去改变它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不 我们就尽量来降低它的渲染的消耗 那更多来说 我们就 用微干if 这种来直接来实现它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微干if和微干秀 它之间的一个 对比 或者说是 使用的一些情况 我们的一个简单的小小的建议 好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条件 VoE 它的这个条件的这些控制 这一块的指令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就会针对我们的条件判断 我们都知道 程序 它有顺序结构 有条件 或者说选择结构 那么还有一个循环结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针对循环 也来做一个指令的展开 好 那么相信 接下来的内容将会更加有趣 大家加油